ZBL-L1的音響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音響Youtube頻道 我是Eason 那下期影片前面的觀眾朋友都有常常參加這個國內的音響大展 那代理商推出喇叭 可能售價都不是很高 10萬以內或是在10到20萬之間 那今天我們就找了一對這個ZBL-L100 Classical這一對啦 來跟大家聊聊 有時候我們在看音響展的時候 在現場聽的聲音非常的好 其實音響展的期間非常短的時間要把聲音弄好 那其實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由於空間電源的問題還有擺設一些客譜 那各位朋友有沒有仔細去看看背後所用的擴大機 以及播放器以及這些線材的部分 花費的部分可能都會非常的高 所以當然聲音好聽也是必然的 但回過頭來 一般我們用家 比如說買入ZBL-L100 Classical這一對喇叭 台灣的售價是16萬8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這一對喇叭把它搭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就是 究竟要怎麼樣搭配它我們才合理呢 首先呢各位觀眾朋友會對擴大機的工作類別 可能會很感興趣 比如說這個擴大機是真空管的擴大機 它瓦數是多少 以及它是晶體的擴大機 它是A類還是AV類還是D類 這個部分呢在音響展期間 那各大代理商 或許你可以看到只有一對5萬塊或10萬塊的這個小喇叭 但是能夠推出非常好的聲音 可是你看到它背後所用的擴大機 可能是這個喇叭的3倍甚至5倍的價錢 對於一般用家來講的話 其實剛入門也好 就是我們今天聊的是Hi-Fi的入門 不是High-End的入門 當然 Hi-Fi 它永遠是這個High-End的前哨站 所以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目前來講其實 最大的使用者的區塊 還是在Hi-Fi這一塊的領域 那首先呢 我們要注意到的點是 我們對我們自己本身的喇叭 的一些特性了不了解 包括主抗也好 效率也好 那以我們ZBL-L100 Classic這對喇叭 它是一個4Ω主抗的喇叭 裝了三個單體 一個是12吋的低音單體 跟一個10公分的中音單體 跟一個太高音的 其實ZBL-L100 Classic 它就是一個監聽喇叭 如果有看Eason的影片 有介紹過這個ZBL-L100 Classic的開箱部分 有關於這些細部的規格 我們了解了它的規格之後 以及它鎖這個喇叭的一些特性之後 那我們才有辦法去找出自音性的這個擴大機 聆聽的空間能夠聽起來會更愉悅更舒適 這個L100 Classic這一對 它是用這個12吋的低音 它這個低音單體要驅動的話 相對來講 你的擴大機的這個電流的驅動能力就要非常的好 所以你用一般的小瓦數的擴大機 可能很難驅動它 不過我們今天找到兩台擴大機 一台就是我們YAK的這個AP701的這一台 算是ENCORE它是D-LED的 另外一台是我們的來自英國的XPLOSIO的 MonoMono的前後級 本身是AP類的 日本的TIAK AP701這個部分是170瓦 XPLOSIO這個是每升到是100瓦 AP701這一台4歐姆到達260瓦 面對這種4歐姆的喇叭 那你的這個擴大機的電流的驅動能力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還是要做實際的搭配聆聽 如果你要接觸這次Hi-Fi的這個系統 首先要了解到就是你聽的音樂類別 那這個部分會影響到你挑選擴大機的最終的決定 比如說真空管它對於人聲的部分 它的暖調性就呈現得非常的好 如果是說你是常常聽這個人聲的去向比較多 那你可能就是要找真空管的部分 但是真空管又存在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的動態跟它的速度跟PUNCH 如果你是常在聽搖滾的人 你會覺得那個速度感覺上好像速度感好像起不來 那如果是說常聽五點系統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電音鼓跟這些大力音聲部 跟這些空間感的一些泛音的部分 跟音場的層次的部分 在擴大機的整個頻寬的要求跟濕震度的部分 要求都非常的高 比如說A類或AB類 你就可以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的部分 用音樂來去檢視你要去挑選你的擴大機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點 你買到了這個擴大機去搭配說 結果你本身就是一個愛聽人聲的人 最後你只能挑選一個專門是在聽古典音樂的素材比較多 那沒有一個全面性嗎? 人聲也好聽 古典音樂也很好聽 然後什麼都好聽 當然是有 但是你絕對沒有辦法用這樣的一個代價 來去獲得所有音樂的一個完整性 在別人的系統你聽到這個很寬寬的音場 過去Eason有一個經驗 算是朋友啦 也蠻有意思的 他跟我買了一套音響大概一百多萬 碰到了音響展 然後他說他想要去看看 在亞太會館的時候 他去V樓聽一下 就是那個大的展望 每一套都是破千萬的 聽完之後 你樓上大概那些比較小的展望 你也不用聽了 要回家之前我跟他交代說 你這三四天不要開音響 結果當天他就打個電話跟我講說 我的這個高音是不是壞掉了 那我聽了 心裡面就很貼笑 是說 事實上不是這個狀況 當你聽過這些頂級的系統 再回過頭要聽自己的系統 你就知道是說 但你聽過這些更高級的 我相信那個 心裡都會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那AP701這一台後級擴大機 它是Tiak 70週年的一個紀念版的一個系列 裡面用的技術是用N-code的技術 D-lay的放大的技術 它的頻寬的濕震度也非常的低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D-lay開放給 我們每一個採用它這個技術的用家 在前端的部分去做一個微調 所以你要調出什麼樣的聲音 其實是根據每個品牌 它可以去做一些修正 那我今天是用了這個UD70N當前級 來去驅動我們的AP701的後級放大器 提供一個平衡跟非平衡方式的一個輸入 它的面板製作得非常的漂亮 整個外觀的部分 鋁合金的抽絲跟它的整個做工的部分都非常好 它的售價也不貴 不到10萬塊 搭配它的UD701的訊息 可以得到非常溫暖的聲音 整個聲音的細緻都非常的豐富 它是走比較這種輕量的路線 所以輕量路線就是比較清爽一點 那我們挑選三四首音樂去比對之後 發覺這個AP701搭配這個L100 只能夠講說它平衡性非常的好 低頻的控制力的穩定性 中高音的延伸都非常的棒 其實近這些年來 大家對於這個10萬塊以內的擴大機 跟20萬這一塊的擴大機的市場 其實一直都是慢慢的在衰退當中 Eason也是花了蠻多的時間 其實L100 Classico這對喇叭非常好 我覺得其實我用了高它的售價 三倍到五倍的擴大機來推它 其實可以推出非常非常好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一般的用家 可能要花這個錢 顯然這個合理性有點不足 當然我們還是沒有氣憐 所以我為大家找到Tiag AP701這個後級 非常的棒 整體搭配起來 爵士跟古典的這一塊非常的優秀 在音場的表現跟它的3D 整個呈現是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我們仍然用這個UD701 當成是一個去年來去透過這個Xportio 這個3010 S2系列的這一套擴大機 接近這個喇叭的售價 大概15萬左右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在整個規格上Xportio它的這個MonoMono的這個後級呢 左右剩到各100瓦 如果以整個數據來講的話 斜坡的試震力其實比我們的Tiag AP70還要再高一點 可是非常奇妙的是說 它整個控制力跟整個音場的穩固性 會比AP701的這個密度還要再高一點 3頻的部分喔 它的低頻會更緊實一點 聲音的密度感再往上再提升 低頻的部分那一樣是非常的Q彈 然後在整個頻寬低頻的下探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平順 而且不會軟腳 控制力非常的好 尤其是ZBL100你要把這個12吋的低音的大單體要控制好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喔 這個就是說為什麼有時候數據上不能代表一切 在整個中高頻也是非常的驚豔 ZBL100如果以美系喇叭來講的話 感覺起來它的高音的部分並沒有辦法像這種 比如說BMW 7系列它的中高音這麼的甜美 但是呢這一次搭配用Explosio 3010之後 發覺用ZBL100有這種BMW 700系列錯覺的那種甜美感 可見它這個喇叭非常的中性 只要你的擴大機有它的一個獨特性存在 其實它就可以展現這個喇叭 它開大聲的時候或是整個高音在飆高音的部分 甚至不會覺得刮耳朵 那跟我們這個TIAC AP701的味道是不太一樣的 音場的部分3D感相當的出色 對比起來雖然它沒有像這個AP701展現那麼大的一個音場 但是相對來講它的密度感好很多 也是相當的優秀 如果說你在聽古典樂的這一塊跟爵士的這一塊有比較多 比較希望能夠在音場呈現出比較漂亮的呈現方式 那我覺得AP701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但是在整個人聲的表現上算是比較清爽一點 那對比這個Explosio的3010s2這個前後級 它的聲音顯然就是走比較濃郁的路線 它的音場的3D的呈現能力也相當的好 跟樂器之間的對位也非常的清楚 這兩套擴大機都能夠呈現出非常好的舞台的這個音場的感覺 JBL來講的話 有可能我就會透過3010s2 所以我就會搭OSCiatek這樣的一個線材去做喇叭線 或者訊號線去做一個搭配 那如果是像AP701 那我覺得它的解析度已經非常的好 因為是低階的 它頻繁也非常好 那我就會用AQ的喇叭線 甚至用ART的訊號線去做一個搭配 讓它的音樂性跟整個暖度再提升 那另外我要提的一點就是 有關於AP701跟Pojo 3010s2的部分 我們會在錄音樂影片放上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在頻道觀看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觀賞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